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二日不具威胁大专机访台 小粉红们又再次剥离心碎找人出征了 而这次遭殃的竟是金曲歌后田附争 说到她怒出小粉红的点 完全是超瞎超级莫名其妙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最近都在阿里山玩耍的女神 在IG晒了超多美照 其中有两张她再次意大利面的照片 却遭中国网友无情出征 原来是因为裴洛西是意大利裔美国人 田附争吃意大利面的举动 就被他们只称是支持裴洛西的表现 而另一张她在森林里的仙女美照 配上的文字写着 很逃罪在那边神神神 原来被录影纯正我的蠢 则是因为神神神被认为有台独意识 意外掀起争议的限动虽然已经删除 但还是挡不住小粉红的攻击 田附争被轰有本事别删啊 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竟然是台独 骂她是双面人 要她坚定自己的立场 以后别到大陆赚钱 除了吃意大利面会辱华 现在连问个早餐也能出事 严亚伦今天只是发文写下 朝气真的心情好好 你喜欢台式早餐还是美式 关键的台美两字 也让对岸气炸喊风沙 留言呛严亚伦这个真的太明显了吧 装都不装了 一个她一个田附争 童年滤镜碎了一地 到他们滚出内鱼 是玻璃心碎一地